这是高考试卷的押运现场 我警车队全程开路 特警鹤枪实弹全程护送 背后还有官人员一路跟随 每辆车上都装着实时追踪系统 安保等级比银行运钞车都要高上10倍 那么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 有没有可能偷出来 或者是泄露高考的题目呢 或许曾经可以 但现在想偷到高考试卷 基本上难遇上青天 在我国的保密程度 一般分为三个等级 秘密级 机密级和绝密级 而高考试卷就是绝密级 受到最高级别的保护 从出题到印刷再到运输和储存 保密程度不亚于对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资料的保护 很多人应该不知道 在高考开始前两个月 也就是四月份左右 教育总局会开始准备高考的试题 这时候一般会先选出名牌大学中 私立比较深的教授和高中的优秀教师 不过高中的老师占比非常少 一般都是由教授来出题 高中老师来选题 因为大学的教授们很可能掌控不了题目的难度 一旦太难或者太简单 都将影响高考的考生们 一个选题老师通常要选出近百道题 一共会选出上万道题目 然后大学教授再从这些考题中 选出用于高考的题目 这样做的话 就可以极大的避免高考考题的泄露 因为有的选题老师 会按照自己平时的教学思路来选题 并且对于初题的老师 也会进行严格的筛选 家中有直系或者旁系亲属 是应届考生的 那就不符合规定 选定了初题的老师后 教育局不会进行提前通知 而是直接带人上门 只会给你十几分钟的时间 收拾随身衣物 然后这些老师 就会被送到统一的试卷出题点 接下来一直到高考结束 他们吃饭睡觉都要在这里进行 进入出题点的第一步 就是签订保密协议 对于亲戚朋友的询问 他们要统一说去出差了 随后就是进行安检 老师们在进入出题点后 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被统一收走 在此期间 他们不能和外界有任何的交流 甚至不能跟边上的老师聊天 这些出题老师的一举一动 全程都在监控之下 出完题之后会有专门的武警 将他们带往房间休息 在此期间 老师们吃剩的剩饭 用过的擦手指 都会进行统一销毁 这段日子对于这些老师来说 是十分痛苦的 因为不能跟外界联系 就像是坐牢了一样 就算有提示 要和家人沟通 也必须向工作人员提出申请 由工作人员代为转述 简直比监狱都要严格 在考题确认完之后 有关人员会把所有试题 与市面上的学习资料进行比对 如果发现雷同的题目 立马就会进行更换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 被一些教育机构压重题目 如果试题选定了 出题人会把这些试题 交给专家整合 整合完后 再挑选出老师进行试题 避免出现错题 或者有争议的题目 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步骤之后 试题才算是确定了 在出题过程中 产生的所有草稿纸 都会被统一教会 老师们在这个时候还不能回去 需要封闭 看到这儿 高考试卷的印刷和运输 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高考试卷有没有泄露的风险 看看试卷印刷与运输的过程 你就明白了 作为我国的绝密及机密 一般印刷高考试卷的地方 都是在监狱 这里的安保就不用多说了 多少人想逃都逃不出去 工作人员会专门挑选那些表现良好 想出狱的人来干这项工作 工作前他们会被科普 其中的厉害关系 如果泄露高考试题 那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 判处有期徒刑3到7年 在印刷的过程中 所有人不能有任何的交流 还会派出预警24小时进刊馆 并且在他们的工作台 安装了360度无死角的摄像头 同样 这些负责印刷的人 也会进行封闭管理 等高考结束后 他们才能回到原本的地方 除了在监狱印刷之外 还有部分试卷 会由国家指定的几个印刷厂负责 这些印刷厂全是国营企业 5月中旬时 他们就会进入全封闭状态 厂区内的灯会24小时一直打开 各个车间也会设置门禁监控和报警系统 并且厂区周围会安排武警 进行全天不间断的巡逻 除此之外 印刷厂的门窗排水管 甚至下水道都会加装防护网 如果你想偷试卷 就算变成苍蝇都很难飞得进去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想 如果是厂里的员工写题呢 那就更不可能了 一旦高考试题开始印刷 所有的员工都会被封闭在厂区内 随身的电子设备全部没收 如果你真的有急事想跟外界联系 那就去跟工作人员打报告 然后由他们代为转述 除此之外 你的所有物品都不能流出去 包括擦嘴的纸和吃剩的饭 这种生活就像是坐牢一样 不过厂区贴心的为员工们准备了心理医生 在印刷完毕之后 试卷就开始押运到各个城市的教育局 但是就算这个时候 印刷厂的员工还是不能出去 这个押运之前 试卷会按照各个地区的需求进行装箱 并用封条封好 每个封条上都有唯一的编号和防卫标识 一旦被撕开或损坏 所有相关人员都要被追责 并且立马启动备用卷 押运的过程比银行运钞都要严格 银行运钞大多时候用的安保人员 基本上是民间的安保公司 而高考试卷的押运 全是鹤枪实弹的武警和特警 有时候国安人员也会出动 运输时一般都是中国邮政的车 出动一个车队 前面是民警开路 后面是特警护送 中间不允许外来的车插入 每辆车上都装有GPS定位系统和防导系统 一旦运输车辆的路线发生偏移 或者出现异常 立马就会发出信号报警 并且在运输路上的每个路口和弯道处 都会安排交警助手 负责保障押运车队的长同无阻 如果考卷要送的路途较远的话 那么教育部就专门调用火车 派出武警进行守护 在这个过程中 要是有人敢抢抢 根据相关规定 在必要的情况下 武警战士可以直接开枪射击 因为高考试卷的机密程度 可是等同于核武器 去抢进银行都没有这严重 银行被抢 只是会造成一定规模的经济损失 可是高考试卷万一被抢 那么很可能会改变上百万考生的命运 我想应该没人会傻到去抢高考试卷吧 如果真的想要 那也是等送到了再去偷 2003年时就有这么一个考生 在考试前把卷子偷了出来 当时工作人员发现后立马报了上去 为此中央紧急启动了备用卷 结果这一年的备用卷超级难 数学平均分近55 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写 这个偷试卷的人也很快被抓到了 当年是科技水平不够 到了现在想偷高考试卷 基本上是痴人说梦 那么高考试卷究竟有多难偷呢 为什么高考进行了那么多年 从来没有人敢抢高考试卷 因为它的绝密等级等同于原子弹 如果遭遇劫匪 武警有权将其当场击毙 要是有人想去偷 那更是痴人说梦 高考试卷在到达教育局之后 会被存放在专门的保密室中 根据规定 存放高考试卷的保密室 必须设在楼房的第二层 房间必须是钢混 或者专混结构的内外套间 一般高考试卷都存放在内屋 外屋留给值班人员 且内外屋之间 必须加装防盗门跟封条 值班人员跟高考试卷同吃同住 全天24小时看管 如果你想偷的话 那么必须先解决值班人员 然后再撬开防盗门 不过在你打开门的那一刻 警报就会响起来 因为存放高考的保密室 有着无死角的电子监控 一旦警报响起 武警战士立马就会拿着枪 冲向保密室 如果想偷偷潜入 那就更不可能了 因为想看到高考试卷 最起码要经过三个门 不同的门之间 使用的是不同的钥匙 分别存放在三个人手中 也就是说要进入试卷保密室 最起码要搞到三把钥匙 如果你真的搞到了 潜入进去 房间里还有着红外感应装置 所以说想在保密室中偷走卷子 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开考的前几个小时 试卷会由武警 送到指定的试卷分发室 每个老师在检查封条完整之后 进行亲自确认 等到开考前 还要对监控和考生 展示封条的完整 这时候的高考试卷 仍处于绝密状态 如果封条破损 有关部门会直接追责到教育局 一系列的人全部都要查办 开考之后 信号屏蔽仪会直接覆盖整个考场 一旦有任何的信号波动 立马就能锁定你在哪个教室 考试完成之后 考试内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带走 老师在检查试卷完整之后 会将答题卡密封 送回考卷分发地 然后会由专业的武警 将答题卡送到阅卷点 阅卷的地方安保已十分严格 每个阅卷老师 必须要交出全部的电子设备 以及随身的打火机等等 现在基本上是电脑阅卷 选择题由机器审批 再由老师们复查 且每台阅卷的电脑 都是有密码 有专门的人进行管理 通过不乏手段 盗取试卷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与其存着非分之想 不如老老实实考试 因为高考可以重来 但是人生只有一次 高考作为我国 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 它的安全和公平 是国家的红线 任何人都不能触碰